而台灣除了水電環境的問題之外 少子化嚴重 全力催生 現在衛福部也打算成立的是 少子化對策辦公室 要來演你是催生計畫 不過衛福部長陳時中 來到了立法院報告的時候 端出的目標設定還有計畫 卻被立委批評不具體 同時也很老掉牙 因此他們就建議衛福部了 要參考國外 提出更多創意的催生計畫 我做十幾年的產科醫師啦 如果少子化的議題 真的有效的話 我現在我也不會搞到 因為少子化沒有什麼孩子 可以接生跑到這裡來 好 當然這半開玩笑 立委林靜怡一上台 幽默點出少子化問題 更是直言衛福部 寄出的少子化辦公室 不但不具體 更是吸引不了人 比方說你們說生一個小孩 補助兩萬 三萬 這種事情 哪一個女人為了你補我兩萬塊 我要生孩子啦 我幾個月給你幾個月 給我睡覺才八個月啦 部長 剛剛你報告的那些策略 都是老掉牙的東西啦 大家人都知道的啦 拜託一下 需要有創新的思維 直言政策過了時 攤開台灣 近十年的生育率來看 大約都落在一點多左右 甚至九十九年期間 更是只有零點八九 但衛福部卻提不出對策 也讓立委看不下去 直接給出創新建議 10%的年輕人 都是在度假的時候懷孕的 所以他們叫大家趕快去度假 度假就會懷孕生小孩 新加坡他們也跟一個 跟這個薄荷堂合起來 就合作做一個什麼 讓愛國的情懷爆發吧 在國慶日的時候有個 National Day for Conception 國家之夜 大家來生產小孩 建議衛福部參考 踏山之時 發揮創意權力催生 解決台灣年輕人 不生不甘生的困境 衛福部除了設立手指半之外 還得提出實際有誘因的策略 否則喊了多年的催生大忌 又恐怕淪為口號異常 歡迎新聞賴維凡李佳化 台北報導